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分享TensorFlow2的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了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张亮牌序 今天给您讲解一下 TensorFlow中张亮是如何排序的 首先说 您别被这个标题所吓住 什么张亮牌序 听起来挺难 其实说白了 就是数组排序 今天咱们就学习数组怎么排序 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 今天的知识点有两个 第一张亮数值的排序 第二张亮数值所引的排序 今天我就给您介绍这两个函数 好不好 一个是排序数值 一个是排序数值所在的索引 它们排出来的内容是一样 只不过咱们得到的数据 一个是数值的升顺或降顺 另外就是说 数值所在的索引的升顺降顺 就这么一小小的区别 其实内容都是完全的一样 好 那咱们马上看今天的代码部分 代码一上来 前四行没说的 import log输出 对吧 今天我给您演示 还是采用Google的collab 这四行代码 我已经拷贝过来 咱们执行一下 OK 没有问题 成功 然后咱们首先 大家请看 我在这个地方 声明一个数组 大家请看 我取到是运指时 它返回是0到9的数字 对吧 然后我用random下面的shuffle 把它打乱 打乱完之后 咱们输出一下 看下这个数组的内容 下面这行备注 是我当时做客件时的数值 我也把它放到了咱们客件当中 您可能本地并没有运行代码的环境 您就看我的输出力 应该也能够明白 它是如何排序的 对吧 OK 先扫过去 马上运行 咱们定义一个A数组 然后咱们打印出来 注意看 Go 发行出来了 6893407521 这是咱们一个乱序数组 咱们对它要进行排序 该怎么做 是这样 TensorFlow给咱们提供的API 咱们既可以用来升序排序 同时也可以用来降序排序 都是没有问题 马上试一试 拷贝一下 然后咱们再开个新的代码块 Ctrl M B 然后大家看 我使用TF.sort 没说的 然后对谁排序 对这个A数组 然后排序方向是什么 升序 对吧 同时下面也是对A数组排序 采用降序排序 这样的话 会返回两个排序好的数组 一个升序 一个降序 咱们返回得到的数组的内容 就是值的最新的值 好不好 看一下 够 大家请看 我输出了两个B数组内容 大家请看 一个是升序排序 一个是降序排序 没有问题 这样咱们大家也好理解 对吧 OK 接下来稍微有点不好理解 但是锁引的概念 在咱们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中 是非常的常用 咱们要理解 要适应它 好 试试 接下来咱们还是升序 降序的排序 但是返回的并不是值 而是锁引的数组 咱们看一下 还是先升序 再降序 Ctrl M B 再复习一遍 运行 大家请看 排序的数组 乍一看 好像并没排 是吧 更乱了 但是咱们注意看 它返回的第一个数值是五 也就是说 元数组中 因为咱们这行是升序排序 元数组中 第五个元素 从零开始数 第五个元素是最小值 咱们看一看 元数组 对吧 从零开始第五个 零 一 也就是说 元数组中 下标是九的数字 是第二小 好不好 咱们看一看 元数组中 大家请看 下标是九 这是个一 是第二小 OK 做到这儿 你就明白了 这个ArgSort 它给咱们也进行了数值排序 但是返回的 是元数组 数值的锁引 这是它们之间的区别 好不好 OK 那么咱们得到锁引之后 比如说得到这个数组之后 能不能把它还原成排序后的数组 当然可以 它就是干这个用的 对不对 马上试一下 大家请看 这就是我C数组 大家请看 按照锁引位置B 这个数组 从数组A中收集数据 有一个叫做TFGather 大家请看 我从A中收集数据 按照什么顺序 按照刚刚排过序的B数组 进行收集 B数组是A数组的 锁引的排序 好不好 看一下 CtrlMB 再复习一遍 拷贝过来 先别运行 大家请看 我现在这个B数组 是什么顺序 是这个吗 对吧 也就是说 是降序排序 它返回的应该是9876 咱们这个C数组 对吧 因为咱们重新又做了一个整理 对不对 马上看一下 够 大家请看 C数组返回的是9876 对吧 这个就是降序排序 它是从A数组中收集数据 收集的原则 按照B数组的锁引的顺序进行收集 OK 这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咱们今天使用了TensorFlow 给咱们提供的两个API 对张量数组进行了排序 一个是按照数值排序 一个是按照锁引的位置返回排序的结果 好不好 希望您能够掌握 同时咱们收集到锁引的数组之后 咱们还可以把它还原出 还出什么 还出排序后的数组的值的内容 好不好 这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我今天的代码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一下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